这是我见过长得最漂亮 经常去最歹读的小萝莉 只因徐猫不小心闯进她房间 然后就被活活溺死 而她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 虐猫凶手 竟是自家天使班的女儿 靠着这张人畜无害的脸 她在学校故意扮倒同学假意道歉 嘴上说得好听 其实手伸进了兜里顺走名牌手表 艾玛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但其实老师都看在眼里 所以等到颁发三好学生讲时 她颁给了艾玛旁边的小结 女孩练习千百遍的笑容瞬间垮下 角度的仿佛要踏穿地板 踏气炸了 准备好的获奖改言毫无用处 练习百遍的笑容也都白费力气 一个连九九成发表都不会背的人 凭什么拿走奖牌 她是属于我的 艾玛脑海瞬间浮现了一个计划 她把小结带到崖边 下面都是海底河礁石 要是有人不小心掉下去 那下场可想而知 小结还在疑惑 你带我来这干嘛 女孩懒的回答只是缓缓靠近 完事后 她跑回父亲身边装作若无其事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等大人们都赶过去了才惊觉 小结已经没了 家属无脸痛哭 明明今天领了奖是好事 怎么突然人就没了 变成了丧事 父亲晚上翻看照片时 发现艾玛脸上全无笑意 而且时刻将眼镜 死死盯在了小结身上的奖牌上 几天后老师来到艾玛家询问情况 他们怀疑小结的死 跟艾玛有很大关系 毕竟一个不会游游 还怕水的人 怎么会到悬崖边上 老师在前边质问 后面的艾玛同样听得真切 他该如何打消众人对他的疑虑呢 看到桌上的玻璃罐后 他心生一气 狂当一身满地碎屑 艾玛弄伤了手臂 焦急的老父亲看到后 无心接受盘查 让他们赶紧滚 但自从上次看到照片后 加上老师这么说 老父亲怀疑的种子瞬间种下 他询问艾玛十发那天 有没有去过悬崖 女孩说没有 父亲还不信 他就满脸委屈斩物无疑 果然长得好看 就是最好的保护伞 老父亲瞬间打消一律 甚至为自己怀疑女儿感到懊恼 虽然父亲表示了信任 但艾玛还是放不下心来 就在想着该怎么圆晃时 他看到了老师来到小杰家 这个女人向来看不惯我 他知道的太多了 看来他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他狠毒了这个小萝莉 只因三好学生奖牌被同学夺走 他就把人推下悬崖 老师跟女孩家长打小报告 他就放个马蜂窝 藏在老师车后座 回家路上 一只马蜂飞到老师脸上 他被吓得不敢动弹 任由马蜂爬向他的卷发 好痒啊我忍不住了 头上的嗓痒让他忘了 自己还行驶在马路上 就这样他被马蜂群起而攻之 活活折死 为了一块奖牌 连杀了两条人命 艾玛不觉得自己病态 只觉得理所当然 而他家保姆 眼神似乎不太好 完全没意识到这女孩不好惹 他向上尉想做艾玛的后妈 想做王老五的小娇妻 尽管他看出了艾玛跟小杰的死有关 但那又怎样 他才不care 艾玛把保姆引到仓库 趁人不注意 将门锁死断绝深路 然后淋上汽油点燃火柴 熊熊大火燃起 火势蔓延的飞快 艾玛就站在床外静静看着 看着猎物如何作茧自负 保姆伸手砸向玻璃 但凡被刮伤手臂 他放声哭喊大声求饶 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自己惹恼了什么人 但来不及后悔 他就葬身了火海 父亲听到消息后 急忙跑回家 他紧紧抱着安然无恙的女儿 可面对女孩抚摸式的安慰 他只觉得害怕 脸上的触感像 急了毒蛇般游过 只留下阵阵发寒 几天前 他在艾玛窗底下 捡到小杰的奖牌 从那刻起 他就不得不怀疑 小杰的死或许跟女儿有关 他逼问艾玛 出事那天 是不是你把小杰带到了悬崖 人是不是你推下去的 他这么解释奖牌的来历 但老父亲已经不再相信 他甚至怀疑老师的意外 也是艾玛洞的手脚 自家女儿怎会变成这样 心理医生 可女孩表现得十分正常 贪笑逢生间 心理医生就被他 天使般的外貌掳获 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会心理不正常呢 可父亲依旧没有放下心来 老师跟他打破小报告 然后就出了事 保姆想做他老婆 现在也被烧得只剩一把灰 老父亲还在痛心 女儿犯下的措施 殊不知 他知道了一切 会有怎样的下场 现在的小萝莉 狠起来连自己爸爸都杀 为了一块奖牌 手上已经沾了三条人命 老父亲质问他还有没有心 他大声反驳说都怪你 父亲直面的质问 让艾玛干脆撕下面具 坦白自己的杀人事实 父亲不明白 女儿为什么转变得那么快 又或者说 他从未支持过他的真面目 作为一个父亲 他不会让警察把女儿抓走 因为不想让他的后半生 都在监狱度过 可他也确实杀了人 那就只能杀人偿命了 他带着艾玛来到湖边小屋 想在这间有感情的房子 让艾玛前面离开 可他动作不够快 还想给彼此多留点美好回忆时 艾玛就趁他睡着 锁好门窗 打开瓦斯 从冰箱拿出一瓶牛奶解渴 站在外面静等咽气 幸好父亲并没有完全睡死 闻到瓦斯胃后 迅速打开门窗通风 又将室内瓦斯开关一一关掉 他看到了站在外面的艾玛 没想到他这么残忍 狠起来连自己都杀 我可是他爸爸啊 父亲在睡前流奶里下了安眠药 可没想到 熟睡的是他 醒来的却是艾玛 他举着父亲的手 准备朝着脑袋开枪 这样就不会留下他的指纹 女孩不舍得跟父亲告别 留下了几滴鳄鱼眼泪 抠动班级按下开关 却不想擦边了 父亲被巨匠阵醒 试图从对方手中抢回枪 但安眠药的效果还残留 只能眼睁睁看着艾玛拿起手机报警 他跑到浴室 男人够下了班级 就这样父亲死了 而受害者艾玛 用戒刀杀人的伎俩 成功甩锅 才九岁的他 就已经连杀死人 且全身而退 恐怖电影坏中告诉我们 人不可貌相 犯罪也不论年限 但请家庭带来的危害 远昌林想象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